大家認不認識宋懷貴這個名字呢? 如果這個名字對你有些陌生的話 不妨去M Plus博物館走一趟 那裏舉辦了一個名為宋懷貴藝術先鋒與時尚教舞特別展覽 這次這個展覽是全球第一個以傳奇人物宋懷貴為主題的展覽 那宋懷貴究竟是誰呢? 1937年他在北京出生 他爸爸是宋麗傳 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 曾經在民國政府做過高級文官的 媽媽陳鏡芳就在金陵女子大學畢業 後來就成為了一名中學的英語教師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在那個年代有這樣的背景呢?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意味著宋懷貴是可以擁有更多的選擇權和可能性的 在某程度上來說 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選了一條不是那麼容易走的路 18歲那一年宋懷貴考進了中央美術學院 某程度上學某程度上是學某程度上的 師從著名某程度上的動畫家 董希文 那時學校有很多外國留學生 宋懷貴因為英語比較好 被老師簡中去幫助一位叫做 曼、曼的寶卡利亞學生 輔導他的學生的功課 在大家接觸期間兩個人就談起戀愛上來了 當時的社會環境是相對保守的 這樣的戀愛關係是會被視為疑慮的 所以這對戀人帶來了很多很多的阻力 但是宋懷貴就沒有退縮 他還說我沒有做錯任何事 因為沒有相關的法律禁止中國人和外國人結婚 這段婚姻在新中國成立之後 第一宗是第一宗所謂的竊外婚姻 有記者曾經這樣說過的 每一天早上一大清早宋懷貴都會穿著一條連身裙 踩著一雙高跟鞋穿過胡同 每當這個時候站在胡同口掃地的居民 都會常常偷偷地去看看他 究竟這個人是怎樣的呢 什麼人來的呢 大家都會覺得很稀奇 因為始終都沒有接觸過中外結合的婚姻 這段婚姻 現在回頭看 其實是一個極好的姻緣 冷戰時代的中國 長期都和世界隔絕 宋懷貴和他的丈夫 憑著他們分別在藝術、電影、音樂 和時尚的領域上的成就 就是擔當起聯繫東方和西方的僑良 為中國引入和國際接軌的 Modern style of living 現代生活方式 他的丈夫漫漫是寶加利亞 一位非常出色的擠掛藝術家 1950至1960年初 宋懷貴都先後在北京和寶加利亞 攻讀過油畫的 在中國和歐洲的生活經驗和訓練的方式 就令到他接觸到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之後他就和擠掛藝術家丈夫 慢慢將中國哲學思想和女性主義精神 融入了擠掛藝術那裏 什麼是擠掛藝術呢 擠就長擠就擠 擠掛就是懸掛的掛 就是懸掛在場上的工藝美術品 擠掛是體現現代裝飾的造型 色彩和現代建築緊密結合的 一種藝術表現形式來的 現代的擠掛藝術 就以各種的纖維為原料 用傳統的手工編織 詞實、掩飾技術 來表達現代設計觀念和思想情感 宋懷貴是中國精英文化圈裏面的傳奇人物 他一生的發展是非常多元化的 藝術、演藝、商業各個不同界別 他都攝觸過 宋懷貴在改變和促進 1980至2000年代的視覺文化發展 Visual Arts影響是很深遠的 1980年代 宋懷貴叫做宋女士Madame Song 頭身商界 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的法國服裝品牌 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的中方首席代表 這是一份極大的成就 亦都是自此以後被專稱為宋女士Madame Song 宋懷貴曾經在寶加尼亞做過莫特兒的 又做過設計師又做過演員 憑著這些經驗 他在中國早期的毛特兒比賽 還做過監製、評審和主持人 親自挑選和訓練中國的第一代毛特兒 1981年他已經開始培養和啟用中國的毛特兒 1985年他還第一次把中國毛特兒帶到巴黎表演 當時是轟動歐洲的 還有一張中國毛特兒拿著五星紅旗 在開篷車經過海船門的照片 就成為了20世紀80年代經典的歷史記憶之一 宋懷貴是第一個把中國毛特兒帶到西方舞台的插畫者 中國第一批毛特兒是由他一手選筆 80年代戚測風雲的名帽都是受過他的點化的 他策劃了展示中國五千年服飾文化的大型show 在全球幾十個時尚的大國都有演出 看演出的包括各國的元首 他促成了很多中國國際文化和時尚 life style、fashion活動的舉行 令到全球的時尚界開始關注中國 他還有在北京崇文門經營了一間 叫做馬克西武的法國餐廳 在上世紀80年代尾 這間餐廳有一個稱號 就是被稱為北京文藝圈的一片綠洲 姜雲、劉曉慶連續幾年都在這裏過生日 張藝謀都經常和拱利以往出席這個餐廳的派對 末代皇帝這套電影當中的尊龍也經常來這裏吃東西 崔健在餐廳的舞台上第一次獻唱他的一無所入 而張國榮更加在這裏度過了他人生當中最後的一個跨年夜 這些全部都是他的朋友 個個都很景仰他的 在他的女兒宋小熊的記憶當中 無論工作多麼繁重 媽媽也很少會發脾氣 這次M Plus展覽就按主題分了五部份 分別就是瑞士、宋女士、藝術先鋒、商界精英、時尚教寶 和文化大使 策展人皮力他明白大家可能對宋懷鬼未必那麼認識 所以展覽結構設計是相當簡單的 就有一個問題 誰是宋女士開始展覽 然後用四個展區去回答這條問題 展示宋懷鬼多重的身份 展覽裏面是展出超過320件的展品 包括非常罕見的檔案資料 著名時裝設計師的服裝 還有他做過的電影戲服 影片片段 藝術作品和大型壁掛藝術裝置 展覽同時會展出 出自中國和歐洲著名設計師的服裝 剛剛完成的草姦尼生1945年至今的特別展覽 那時的成人門票是240元 特惠門票是150元 但今次的展覽 成人門票只賣140元 特惠門票是70元 票價相對便宜 為何今次的拆展費較低 可以用到一個較便宜的門票 主要是因為宋懷貴這個特別展覽 裏面九成的展品 都是M Plus的管床 草姦尼生展覽 還有因為涉及保險費較高 所以拆展費特別高 看完這個展覽 可能你想不到 在中國那個年代 可以有一位走得這麼前的女性 她對1980年代 實行改革開放的中國 越變為現今文化多元的 國際化社會過程裏面 她的影響力一直都被低估了 2023年7月29日星期六 在西展廳就會向公眾開放 我建議大家不妨去走一趟 千萬不要錯過這麼精彩的戰鬧 頭髮有什麼原因 我怎麼知道我屬於哪一樣 我們有26年專業經驗 和個案實證可以分析到 最關鍵是做頭皮檢測 用專業儀器分析問題所在 對症下陽 頭髮的問題 AI Chat 不如找法在身黃衫Chat 打電話和我 車一下吧